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引发了截然不同的反应 当媒体曝光了他们的分手消息后 许多粉丝纷纷欢庆 庆祝这对明星夫妇终于解脱了束缚 然而 也有一些粉丝对此表示怀疑 认为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有狗仔爆料称 霍建华和林信如的婚后生活看似甜蜜 但七年之痒 最终还是击垮了他们的婚姻 他们已经协议离婚 并迅速完成了所有手续 据媒体的深度调查 这次的婚变对霍建华来说代价非常高昂 仅失去了婚姻 还成了一个离异 发福的男人 而且还需要支付高额的赡养费用 且男方是净身出户 至于女儿小海豚的抚养权 并未对外界透露 除此之外 媒体还表示 失业三年的霍建华精神状态出现了异常 但并未晒出实质性的证据 爆料的真假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不过 许多网友却相信爆料或许为真 在很多人的眼中 霍建华是一位极样貌与才华于一身的男演员 他曾经出演的几部电视剧 都深受各个年龄阶段的观众喜爱 不论是《仙剑奇侠传》 《花千古》 又或是《如意传》 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 一经上映都是热播剧 但是最近几年 霍建华却并没有拍摄什么电视剧 甚至连活动也是鲜少参加 甚至一夜在家的一段时间 还被查出了心理疾病 正因无法忍受这样的自己 最终决定和林心如离婚 两人自结婚以来 就备受关注 霍建华在自己最得意的时候 迎娶了林心如 在宣布结婚之后 立马就脱粉无数 身为一名男演员 受众大部分都是女粉丝 但是只要结婚了 资深的市场就少了 而且粉一个已婚人士 难免会令自己难过伤心 所以对于女粉丝而言 只要自己的偶像结了婚 就可以换下一个人继续粉了 并且她的结婚对象 还是曾经被周杰 炮轰过的林心如 当时的林心如 口碑已经一落千丈 和这样一个人结婚 势必会影响到自己的前途 更何况当时的霍建华 还非常宠爱自己的妻子 自然而然地站在妻子这一边 因此在结婚之后的霍建华 人气直线下降 甚至在最初霍建华曾经坦言 自己是一名不婚主义者 并且坚信自己不会遇见一个 能够让自己心动的女孩 自从遇见林心如之后 才动了想要结婚的念想 决定要结婚 对于这样的解释 很多网友都不买账 既然是不婚主义者 就没有必要结婚 并且当时的情况是 在爆出两人结婚的消息时 林心如已经怀孕了 因为林心如怀孕 双方迫于无奈才结的婚 这样的不婚主义 在外人看来就是一个笑话 觉得她是在欺骗大众 甚至很有可能只是凤女成婚 并且霍建华在之后 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曾经透露 说自己自从结婚后脱粉无数 当时主持人还曾调侃 是不是后悔结婚了 虽然霍建华没有承认 但是从她的表情中 可以看出来 她对于结婚之后脱粉这件事情 非常在意 甚至很有可能 当时两人结婚 也在林心如的算计之中 虽说在结婚之后 两人有了一个宝贝女儿 两人关系意志非常好 但是霍建华也明确表示过 自己并不想让太多的人 关注自己的生活 因此常常是低调外出 甚至有一次家庭聚餐的照片 被网友爆出来之后 林心如还亲自下场和粉丝互对 身为一名母亲 护女心切可以理解 但是和自家的粉丝闹僵 并不是一个民事里的人 可能做出来的事 有这样的老婆 在自家院子里点火 怎能安心发展自己的事业 其实在娱乐圈的模范夫妻中 林心如和霍建华 一直是以兄妹相称的 早在06年 两人就已经有合作 虽说当时霍建华 并没有往这方面想 只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并且林心如也并不喜欢 这个刚刚出道不久的男人 在二次合作的时候 两人却明显有了不一样的感情 第一部合作主演的电视剧 是地下铁 在剧中 林心如扮演的是一名盲人 而霍建华是一位画家 拍摄过程中 有一场戏是吻戏 在拍摄的时候 不知是谁比较害羞 只这一个镜头 就拍了七八个小时 拍完之后 两人也是一度陷入尴尬局面 并且在电视剧上映的时候 虽然两人是男女主 但是并没有太多人 朝两人的关系 但是在第二次合作的 《青世皇妃》中 林心如所扮演的是一位公主 而霍建华则扮演一位皇子 一身痴情于女主 最终爱而不得 郁郁而终 霍建华的这个角色 在最初选择的时候 并不是特别顺利 因为林心如一直要求片方 找一个人物 符合角色设定的 并且自己还要对他有感觉的 并称自己是一位重感情的人 在找到霍建华的时候 霍建华并不愿意出演男二的角色 因为他觉得自己现在的咖位 去演男二非常取尊 但是架不住林心如一直求他 最终心软答应 没想到这部剧 竟会成为两人的定情之作 之前的六年时间 两人虽说没有什么太多的交集 但是也是会相互问候 并且在拍摄期间 林心如一直坚持说 自己暂时还不想谈恋爱 却不曾想 在这部剧刚刚收工 就传出了两人恋爱的消息 说在拍戏是没有动情 明显是假的 在经过了四年的爱情长跑之后 两人终于像电视剧中所扮演的那样 顺利结婚 也算是给当时的粉丝一个交代 但是在结婚之后 刚过没几个月的时间 霍建华和林心如同时 出席活动现场的时候 两人就有些貌合神离 全程霍建华都是黑着一张脸 林心如也是不怎么关注霍建华 两人各忙各的 就好像是一对陌生人 虽然之后双方的团队 都解释了当时的情况 说霍建华之所以黑着一张脸 是因为不怎么爱笑 可是一对刚结婚 没几个月的新婚夫妻 都是一副苦大仇深的表情 很难不让人联想 结过婚之后的霍建华 明显状态不如没结婚之后前 甚至丝毫不注意自己的形象 根据相关人士的透露 婚后 林心如经常借机会插手霍建华的工作 她的工作量被大量地削减 甚至没什么机会拍摄封闭式的戏 林心如这样的做法 极大程度地影响到了霍建华的工作 和她自己的计划 但是因为自己的老婆职位比她高 只能事事听命于她 并在之后接起了应酬类的工作 林心如还讲拍戏和应酬化等号 称这两项工作所挣的钱相差不多 霍建华不但接受了这份工作 还逐渐喜欢上了退居幕后的生活 但是只是包不住火的 这件事情最终被霍建华的粉丝闹了起来 质问林心如 为何要将自己的老公管控在自己的身边 消失在屏幕前 已有大半年时间的霍建华突然出现 发文称自己是想要留出更多的时间 来陪伴自己的女儿小海豚长大 这样既能赚钱 又能照顾家的工作她很满足 霍建华还将自己的社交账号 交给林心如来掌管 并在17年注销掉 自己在大陆上的最后一个社交账号 虽说还是有账号 在更新霍建华的日常 可那只是粉丝的个人行为 都说婚后的状态 最能够体现出一个人在结婚之后 过得到底幸不幸福 这句话真的是一点都夸张 从霍建华的日常可以看出来 在结婚之后的霍建华 没有了之前的精神器 虽说变化不是特别的明显 是和之前相比 已经没有了那份帅气 和拍戏所特有的灵气 现在的霍建华 因为不必为了拍戏 而却刻意控制自己的体重 身体严重发福 皮肤在灯光的照射下 也显得粗糙沧桑 双眼中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星光 整张脸上布满了沧桑 整个人看起来好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这也从侧面可以看出 在结婚之后的霍建华 婚姻生活过得并不是非常的幸福 如果说婚后生活得非常幸福的话 最起码应该是荣光焕发的 能够从眼神中看出 对生活是充满希望的 可是这些在霍建华的身上 并没有太多的体现 并且还有网友爆出 在街头偶遇到霍建华时 他的样子明显不是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的状态 在公共场所当中抠鼻孔 丝毫不注意自己的形象 还时不时地做出傻笑的动作 虽说可能是想到了什么搞笑的事情 但是整个画面看起来非常的诡异 因此也有人猜测 是不是因为长时间地待在家中 霍建华的脑子闷坏了 整个人们出了病 精神状态出了问题 且在去年 就有人拍到两人直接站在大街上 就开始争吵 丝毫不顾及路人的目光 在台湾的街头破口大马 有网友有幸看了两人吵架的全过程 直呼两人就像是在演戏 起因是两人在吃过晚饭后 手牵手在路边闲逛 可是霍建华却突然甩开了林心如的手 并且质问他要怎样 在林心如辩驳了几句之后 忠实惹得霍建华满脸不快 并在两人即将大吵之际转身离开 独自留下霍建华一人在街头助力 整个人开起来就像是充满气的气球 随时可以炸开 没过多久 霍建华就丢下林心如 独自驱车离开 独留林心如在路上 并且当时的天气还不是特别好 稀稀利利地下着小雨 就这样 林心如在雨中等了有将近半个小时 也不见霍建华的身影 台湾的媒体还因为这件事情 专程向两人求证 可是得到的答复 确实两人只是饭后闲逛 并没有上升到吵架 希望媒体不要过分解读 但是细心的网友发现在那天之后 林心如便清空了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的所有关于两人秀恩爱的日常 并不再与霍建华在微博上进行互动 本来两人结婚时的关系 就是不对等的 一个是当时的顶流 另一个却是口碑跌到谷底 按照正常的剧情发展 应该是好的更好 带动差的 可是没想到 在结婚之后 两人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林心如成立高级制片人 狠狠地赚了一波 可是霍建华却是失业毫无收入 本来两人的关系就并不牢固 再加上霍建华那老干部性格 丝毫不知道身为一名丈夫应该如何哄老婆 这样的大直男能够找到对象 已经是烧了高香了 林心如和霍建华的婚姻 其实一直不被外界所看好 离婚的消息一直传得沸沸扬扬 即便是两人的婚姻已经亮起了红灯 其实也并不令人意外 毕竟娱乐圈中无风不起浪 在结婚的时候 就不曾受到太多好友的祝福 离婚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就连大陆第一狗仔 在之前也曾预言过两人迟早要离婚 还欢迎大家 能够随时关注两人的动态 现如今 林心如已经不再像当时那么天真无邪 岁月这把大刀 已经在她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甚至已经变成了一个黄脸婆 而霍建华更是在婚后几年颗粒无收 也免不了外界会传两人已经婚变的消息 如果可以有重来一次的机会 也不知霍建华还会不会选择认识林心如 会不会在他们准备二大的时候 拒绝林心如的请求 从种种这些也能够看出来 两人在结婚后的生活过得并不是非常幸福 说夫妻吵架时有发生 但是能够吵一辈子还依旧不离不弃的 并不占多数 也希望两人能够尽快就离婚这件事做出回应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 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